大家好,我是Joyce Zhang 今次我会和大家分享的是 莫扎特交响曲作品《40》第一个乐章 今次这首歌我会改编成的 Latin Mambo Groove 这首歌其实我在大约三年三四年前 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去到那里很深受那里的人 和他们的文化去影响 所以我就将这首歌变成了一个 这么festive的一个arrangement 刚刚这个段落我们叫它Latin Mambo Groove Mambo Groov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有一样东西去形容它 就是3-2的歌 它有2-3的 但今次这篇歌我就用了3-2 3-2的歌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在鼓手打的pattern里留意一下 这个我们叫做heartbeat的一个节奏 在拉丁的音乐里面 节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首歌本身的melody也都相对的简单 所以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去rearrange 成为Latin Mambo Groove 而首歌的另一个melody 我将它变成一个cha-cha 即是 加在一起就是 你在里面会听到 我将这个旋律 就把旋律订给Strings 因为我觉得它们很适合去表达这个 这个小小的Glissando 这一部分大家看到的就是吉他手的solo Jazz里面的improvisation 那今次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用的吉他 其实是跟另外的Electric guitar有不同的 今次的声音是有少少仿 Nylon string的声音 比较近似Latin Music里面会用到吉他的声音 另外大家可以留意的是 烤鸡乐手 那个Percussionist 玩的Kongas 其实是非常之有节奏性的 完了吉他solo 大家可以听到的就是flute solo 这个flute solo 是跟平时的solo很不同的 因为在Latin Music里面 是很讲rhythmic 很讲节奏性的 所以你会听到他的playing 是很多attack 和其实是很爆炸性的 很大声的 还记不记得我在影片的开始的时候 和大家说Latin Mambo Groove的 Hardbeat是怎样呢? 那个3-2 Clave是 在首歌的以下这个段落 大家可以听一下 鼓手和Percussionist 就是敲击乐手 有没有玩到这个节奏 你可以尝试一下 跟着一起拍 在首歌的尾段 大家可以听到一个鼓手 和敲击乐手的一个conversation 的一个battle 因为在拉丁音乐里面 是不少得这个环节的 这个环节是令到首歌 是更加festive 和更加rhythmic 就是令到首歌很兴奋的 而他们两个在玩这个对决的时候 钢琴手和吉他手 就会在后面做一件事 我们叫做montuno 其实有点像伴奏 但这个伴奏 你可以听到 也是非常有节奏性 和很festive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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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一件趣事 我当初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接触latin music 当初我是怎样学都学不到 就是我看着谱子 怎样数都数不到 直至有一次 我老师带了我去一间 Cuban clubhouse 晚上凌晨一点 跳到早上六点 全部人都在里面跳舞 也有很多乐手在里面演奏 我发觉 我好像开始听到 3-2是什么一回事 我才知道原来 有些音乐是要用身体感受 我在这里也很鼓励大家 去听多些其他的音乐 也去了解多些其他的文化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以下的link 那里去看整条片 下次见 拜拜